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伟然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美国中文电台的特约嘉宾 美国新兴教育基金会的会长杨依钦 依钦姐您好 主持人您好 新兴教育基金会由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华侨在1997年成立 20余年来凝聚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 以促进中国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为宗旨 致力于配合政府教育单位促进中国偏远贫困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专注的开展各类硬件和软件教育项目 累计近350所的农村学校直接受益 捐赠的善款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 受益的学生达到了40万之多 依钦姐能不能在节目开头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新兴教育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好的新兴教育基金会是在1997年成立的 到目前已经有24年了 当初的初心是为了提升中国农村贫困孩子的教育环境 主要以建校改建校社为主 那也就是说从让孩子们有书读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目标 经过了24年呢 一代一代的新兴人呢 一直朝着这个宗旨 也就是促进中国从乡教育均衡发展 提升乡村孩子的教育水平 朝着这个宗旨和目标呢 坚持不懈的努力 所以到目前呢 我们还在不断的建学校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目前已经从建校 也就是硬件设施这些项目呢 转向了软件教育项目 所以我们的后续的支持 现在目前已经 在我们工作的最主要的部分 那从之前的硬件设施项目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我们有四个大的计划 其中呢 包括美丽学校计划 这个是以硬件设施为主的 然后呢发展到以教育为主的 教育育人计划 最近几年我们又增加了 阅读计划和学生活动 也就是学生全面发展 这四大计划 来全面的提升乡村孩子的教育 我们的项目增加了 内容丰富了 但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 一直都没有变 而且我们新兴人的精神 也是一代一代的新火相传 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代的新兴人 在参与这项慈善公益事业 所以我们是一个 年限非常长 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不断的前进着的这样一群人 那么近年来呢 新兴教育基金会都开展过哪些亮点的活动呢 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工作的内容和我们的支持额度和项目 我们都跟以往没有很大的区别 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只是在内容上面呢 我们根据国内的新情况下的新需求 做了一些调整 那比如说我们在硬件设施改善方面呢 我们增加了捐赠饮水设备 就是跟卫生健康紧密相连的 有饮水设备的捐赠 那累计起来呢 在58所学校一共提供了70台饮水机设备 而且这个需求呢 还是不断的在增加 所以明年和未来几年 我们还会继续的做这个项目 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疫情期间 所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新的需求 就是国内因为全面的开展网课和远程授课 让我们看到城乡信息化数字教育上 有巨大的横沟 所以我们新兴呢 及时的提供了信息化教学设备的捐赠 其中包括电脑维基室 多媒体一体机设备和教师电脑 这个另外我们也加强了 这个线上的教师培训 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取消了校长培训 但是在今年呢 我们还成功的举办了 暑期教师线下培训 也一共有160位老师参加 培训的内容我们也是与时俱进 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发展和有效沟通技能 以及阅读教育和项目式学习的 这些比较实用 又有创新的一些课程内容 那在阅读计划方面呢 我们是通过三个项目来推动学校的阅读 其中包括阅读项目 图书项目 阅读教育和读书乐三个项目 让他们能够更加紧密的融合 达到提升孩子们有效阅读的 这样一个总体的效果 另外呢我们也增加了 数字教育的学生活动的规模和预算 其中这些活动呢 我们之前也有参加 也有开展 比方说美术活动和编程活动 那今年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 就是在编程活动呢 我们找到了来自硅谷的工程师 志愿者的参与 他们一对一的帮助到 我们新兴学校的活动项目学校 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 给予他们指导教学 所以取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这些数字教育呢 是目前在中国的政策下面 中国现在有双减政策下面呢 也跟这个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几年前就开始 在新兴学校做数字教育相关的活动和项目 那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 相信我们这方面的项目 会做得更加的有效 新兴教育基金会的很多活动呢 都是有关于促进中国偏远 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 那么疫情期间呢 这一块的工作有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疫情期间呢 新兴基金会的活动 在国内的项目实施方面呢 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大的挑战 比如说我们的建校 就是我们的仿校活动是不能进行的 另外我们的线下的培训 就是受到了影响 所以今年有 就是两年都没有举办了校长培训 但是呢 今年我们还在暑期的时候呢 就在疫情期间呢 还成功的举办了一次教师培训 这个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但是我们呢 经过我们国内和美国义工共同的努力 做一些调整 然后也依托我们国内政府和合作伙伴的协助 我们的捐赠项目呢 这两年都进展的还算是顺利的 至少在项目的 项目的这个 就是长度和金额方面 我们都完全没有减少 所以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成功的做的 另外在募款方面呢 这两年其实 受到我们湾区的支持者 我们捐赠人的大力的支持 那这两年我们的募到的散款呢 都是超过100万的 这个额度呢 比前几年好像还要好 就是比前几年的那个捐赠额呢 只会多不会少 所以这点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那在项目具体来说呢 在今年2021年呢 我们一共是捐赠了463万人民币 约合73万美元的散款 用于支持乡村学校的教育 那共开展了18类软硬件项目 有400多个项目的落地 对21个省125所新兴学校 提供了援助 受惠的乡村孩子超过了12万人次 受惠的老师呢 超过3400人次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两年呢 因为我们不能够有线下的培训 但是我们就加强了我们线上的培训和研修活动 所以就充分利用远程 像这个微信群啊 然后ROOM啊 腾讯会议啊 这些远程的方式呢 紧密的跟我们的学校和老师 校长来联系 所以我们就是几乎每一个项目 我们都有一个群 所以我们为了开展这个新兴的活动 就是我们的义工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群 每个人都有几十个群在互动跟老师 所以其实我们跟学校的连接 其实是更加的紧密 然后我们也是在对我们工作的方式呢 也是就是及时的做一些调整 所以让我们的项目呢 在软件和硬件方面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硬件项目 背后我们也有相应的软件项目 通过远程的方式来指导我们的老师 怎么样子来更好的用到一些设备 所以这都是疫情期间呢 虽然是有挑战有难处 但是也激发了我们去 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挑战 在新形势下我们采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充分的利用信息化的技术 这个互联网这些新的工具 来探索新的模式 来跟我们的学校联系 那它其实这个效果其实还是 加强了我们跟学校的一些配合度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 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 在帮助农村学校方面呢 目前最有效的两个方向 就是一个是阅读 另外一个就是教育信息化 因为这两个方面呢 它是农村学校 它就是跟它的地域 其实关系不大的 因为远程 从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来说 他们能够看到的网络上的信息是一样的 那只要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 有基础的信息化技术设备 然后我们培训老师能够使用好这些工具和设备 那我们的孩子 农村的孩子 他可以得到同样的好的教育 所以这个也是疫情期间 我们更加的体会到这个农村孩子 他们的这个 就是为了达到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那信息技术是一个大的 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 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 所以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也是会 有很大的帮助 未来基金会的方向 我们是新兴基金会 是我们的一贯的方针政策 就是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 与时俱进是我们的一个方针 所以我们会根据国内的情况来做及时的调整 那大家也知道 现在中国是从去年 就已经脱贫了 所以很多 很多人可能有个疑问 就觉得中国现在已经脱贫了 是不是农村学校也就不需要帮助了 这些捐赠也都不需要了 那我们新兴基金会是不是也可以 就结束完成了我们的使命 就结束了 其实就是农村孩子他能不能得到好的教育 首先是几个方面 一个是学校的教育环境 基本设施 那在这个方面呢 是很多的 确实这几年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 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乡村的学校 就不还是不还是非常的贫困 就乡村的学校 他们基本上在基础设施上 我们根据我们仿校看到了 那就是跟大概10年前是没有太大的改善的 这个是非常痛心的 另外呢 乡村孩子的教育呢 第二个重要方面呢 那就是老师 师资的水平和师资的能力 那这个要提升 不是一年 就是不是短时间能够得到改善的 所以我们听到的最多的问题 也就是来自于师资方面的 一个是师资力量的不足 老师数量不足 第二就是老师他的 能够得到的培训和 这个学习的机会不够 他们的能力不够 哪怕给他一些好的教学设备 现代化的信息化教学设备 可是他们不会用 特别是在乡村学校 因为农村总体来说 他的学校也是分等级的 有有县的中心学校 然后到到村的村小 他有三级 中间有一个比方说几个村 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完全小学 然后每个村有一个村小 那他的三个类型的学校 他本身就是不均衡的 那国内很多的政策 他就是能够抵达到的 就是中心学校 保证他们基础设施 能够基本达标 可是下面的村小 这些他就是很难照顾到 那老师就更不用说了 很多村小就一个老师带一个学校 就一个学校一个老师 十几个孩子 然后他就几个班的混合学校 像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也还不算少数 在我们新兴300多个学校里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还是这种村小 所以脱贫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在教育 这个教学上面 他们其实是没有说 就不需要帮助 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就让我们觉得 首先就是在这个 是一个方向上面 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的 去帮助到那些 特别贫困的村小 那另外有一些学校 它的基础设施确实是比较完善了 但是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学校 就是要从捐赠向育人方向转 所以育人就是跟教育相关的 所以我们会逐渐的 会减少硬件设施的捐赠 我们从捐赠逐渐的 往育人方向去转换 倾斜 那在这个育人方面呢 我们也是有好几个渠道 就是大的方向 一个是刚才我说到的 阅读教育 阅读这样一个大的领域 也通过我们有三个项目在做 另外一个就是教育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呢 我们这个方面最主要的呢 除了就是给设备 我们也是加强对老师的培训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目前 就是国内政府 也是在通过这种政策 也是在呼吁 我们要让教育呢 能够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所以我们新兴基金会呢 也是更加的去加强这个方面 我们让我们的项目呢 能够在学生的培养 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良好的素质 这个方面呢 我们也进一步的加强 就让教育呢 它回归一个本质 是为了培养一个全面发展 有好的素质 未来的一个社会公民 和家乡的建设者 那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的 就我们有很多的尝试 之前就有很多的尝试 那未来我们会更加的 发挥我们的优势 新兴基金会在这个方面 是有很多的优势 我们有美国的资源 也有国内的一些合作伙伴 都是在教育领域 非常的资深的那些 那些教育者吧 就是帮助我们 跟我们做我们的这个教育专家 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的这样一个优势 能够把好的教育资源 带到我们农村学校 那也能够把农村学校的校长老师 带出他们的这个家乡 能够把他们带出来 去看外面的世界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基金会 最主要的一个职能和我们的优势 我们就是说是中美两地 我们都有资源 然后我们给到我们农村学校的那些教育项目 他们可能就是通过他们自己的 就是国家的政府的渠道 是很难得到的 所以这就是我想在这个领域 从这个方面来说呢 我们基金会还是 就是说还是 不光是现在 我们还是有很有价值 那我想教育是 是我们的口号是十年数目百年数人嘛 这是个百年大业 所以只要是做教育 我想我们基金会总是会有我们的价值和这个可以做的 可以继续的去贡献 新兴教育基金会接下来还会开展什么活动 新兴基金会呢 在每年呢都会有在大概是在12月这个时间的段都会开一个非常 也就是我们基金会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感恩年会 那今年呢我们会在12月19号 在Cupertino Premium Center来举办我们的年会 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是 星空浩瀚喜致育人 那这四这八个字呢 是总结了我们基金会的精髓 就也有我们的包含着我们的这个方向在里面啊 首先星空浩瀚呢 这个今年用这个词呢 是有他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故事 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 那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现在在还在那个 还在那个太空中间 有一位女太空人叫王亚平 她们现在还在太空中间啊 最近她们还在做这个远程的这个从太空给学校做开课 那这位女太空人呢 她是来自 山东省烟台张格庄春的一所春校 她是200 她是在那个 大概是70年代在那儿读书 那我们基金会呢 是在2004年赞助了这个同一所学校 就是王亚平她曾经毕业的一所春校 所以呢 虽然王亚平她本身在读书的时候 那所学校还不是新兴学校 但是那是一所非常贫困的春校 那在那他现在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励志的故事 那就是说在无论你是在那么贫困的春校里面读书 那个并不一定你将来就没有成就 只要你努力 只要我们去给到他们机会 这些乡村的孩子他同样能够有成为一个对社会 对国家有特别大成就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励志故事 正好发生在我们跟我们新兴基金会的学校有缘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星空浩瀚 来鼓励激励我们的新兴孩子能够仰望天空 能够为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另外四个字叫启治育人 这个就蕴含着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新兴基金会 我们的一个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重点 一个是阅读 启治我们有个计划叫启治阅读 另外一个叫育人教育计划 另外我们的发展方向 现在也逐渐从捐赠纯粹的捐赠到育人 我们也逐渐从硬件的捐赠 让它跟软件相结合 不是纯粹的只是给设备 而是在给设备以后 我们还要领着学校的老师教他们怎么样来使用 通过软件的项目来跟进 这样能够真正达到提升教育的目的 所以这八个字体现了我们新兴基金会的一个宗旨 和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所以希望它能够激励我们新兴的孩子 也能够激励我们义工去继续往这个方面 去继续的去往我们帮助农村孩子 提升教育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今年的年会还会别具一格 我们是以孩子们的故事成为我们的焦点 来讲述新兴的孩子 他们的目想是什么 我们新兴是怎么样来帮助到这些乡村孩子的 所以我们会以一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方式 以讲述新兴故事的方式来给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的捐赠人和我们新兴的所有的朋友 关心我们的朋友来一同来分享我们的故事 所以欢迎所有的热爱教育 热爱愿意来帮助中国农村教育的华人 我们的朋友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年会 湾区的华人朋友想参与到新兴教育基金会的筹款 或者是想去做义工的话 那如何能够参与到新兴教育基金会的活动呢 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网站 可以首先就去找到新兴教育基金会 就我们的很多的信息都在发布在我们的新兴官网上 那官网呢就是网址呢是新兴foundation.org 那如果说是在那个谷歌那边 那边只要去search新兴教育基金会 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网站 里面有很多的介绍我们新兴的故事和项目 然后里面也有就是链接你可以来如何加入 我们新兴基金会呢 特别需要有爱心的捐赠人来给我们 来支持我们的项目 因为我们是所有的捐赠都是来自美国 这个有善心的华人基本上都是华人在支持我们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累计起来有上百上千的支持者 在给我们支持才有才有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成就 所以希望我们的华人朋友们继续的来通过这个捐赠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那另外呢新兴是一个义工组织 所以在美国这边全部是义工 那我们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义工才能完成我们 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支持 所以希望我们的有热心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义工队伍 来跟我们一同来继续的来帮助农村的孩子 就是你如果发邮件到info at 新兴foundation.org 这样一个就是邮箱地址吧也可以找到我 所以各种渠道吧只要有心我们都非常欢迎 好的谢谢一新姐 那么今天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在这里就接见了尾声 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马台长 好 再见